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sir 今天会跟大家讲的课题是 常见的力之中的流体阻力 这是单元2的课程中最后一种常见的力 在之前那几集 我们一直讨论的都是不同固体之间的互动 来到流体阻力这个课题 我们就有机会看看固体和液体或气体之间的互动 我举个例子来介绍 你可以想像一下你在一个泳池里的浅水区 水不是很深的 你的脚是可以碰到地上的 当你有半个人在水里面 而你开始试试去走路的话 你会发现周围的水好像在阻止你走 而且当你走得越快 这个阻力就会越强 这个阻力就叫做流体阻力 流体阻力如果要认真研究的话 是属于流体力学的研究领域 流体力学就是一些非常高深的东西 在天文台上班的人 就是天天在想流体力学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我们就不会讲得太深入 只需要认识流体阻力的一些基本特性就可以了 流体阻力就是 物体在流体里面移动的时候 会感受到流体私家的阻力 这个阻力的方向和物体移动的方向是相反的 在刚刚那个泳池的例子里面 你就是一个在液体里面移动的物体 所以你就会感受到水所私家的流体阻力 这个阻力的方向就是和你走路的方向相反的 和摩擦力的情况一样 这里讲的是你相对于水的移动方向 流体阻力的量值就受到好几个不同因素影响 例如刚刚都讲到 你移动的速率越高的时候 阻力的量值就会越大 另外呢 物体的横切面面积越大 这个阻力也会越大 例如 如果你把一块浮板放在水里面打横去推它的话 那个阻力就很小 但是如果你把它动起来推的话 这个阻力就会大很多 阻力的量值也都受到物体的形状所影响 在横切面面积相同的情况之下 一个追体和一个立方体相比 立方体所受到的阻力是会比较大些 这些就是流体阻力的基本特性 接着我会想讨论一下流体阻力的一个例子 那个就是空气阻力 我们周围就有很多空气 而空气是气体 所以当我们在空气里面移动的时候 就会感受到流体阻力 这个流体阻力 我们有时会叫它空气阻力 也就是说 当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你周围的空气是会向你施力来阻止你走路 蛤?有吗? 是真的有的 只不过这个空气阻力通常是非常小 小到你察觉不到的原因 所以在之前这么多集 我们分析问题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提及过空气阻力 因为它的影响实在太小了 基本上你可以当它没到的 但在某些情况 空气阻力对物体造成的影响 很小的阻力就可以造成明显的加速度 这样我们就不能忽视空气阻力的影响了 又例如 如果一个物体的横切面面积非常大 根据我们刚刚的介绍 空气阻力也会非常大 这样我们就不能忽视空气阻力的影响了 同样道理 如果一个物体是动得非常快的话 这个空气阻力也会非常大 在这三个例子里面 我会想特别花一点时间 和大家讨论一下降落散这件事 当一个物体由很高的地方跌下来 而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忽视空气阻力的影响 那么这个物体的运动会是怎样的呢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如果你没有任何装备 在飞机上跳下来 那么你就会受到重力作用而不断向下加速 虽然你在过程里面会受到空气阻力而稍微减速 但是在接近地面的时候 你的速率仍然是非常高的 在你接触地面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力 这个冲击力是会令你没了命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装备的话 是不应该在飞机上跳下来的 那么怎么才可以在飞机上跳下来 但是保住命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降落散 降落散的横切面是非常大 而且它的形状是向下弯曲的 当你和降落散一起向下移动的时候 它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向上的空气阻力 这个阻力就可以帮助你有下的减速 以至你到达地面的时候速率就不太高 接触地面那一刻的冲击力 是身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那么你就不会因为这个冲击而没了命 那么我们省微详细少少探讨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假设当你刚刚在飞机上跳出来的那一刻 你的速度是0 这个时候你会受到向下的重力影响 跟着开始向下加速 所以你的速度会变成指向下并且逐渐增加 由于你开始在空气里面向下移动 所以你会感受到向上的空气阻力 随着你的速度逐渐增加 这个空气阻力都会逐渐增加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空气阻力的量值就会越来越接近重力的量值 于是作用于你的静力就会越来越接近0 那么你的速度就会趋向一个行定值 慢慢就变成了以云速向下移动 我们就将这个速度叫做终端速度 这个终端速度是非常高的 你是不会想用这个速度落地的 所以在某个时间你就会打开降落散 打开了降落散之后 作用在你身上的空气阻力就会突然间变大了很多 于是你感受到的静力就会指向上令你开始减速 但是随着你的速度越变越小 你所感受到的空气阻力也会越变越小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空气阻力就会再次变得和重量非常接近 于是作用在你身上的静力也会变得非常接近0 这样你的速度就会逐渐趋向另一个行定值 再次慢慢变成以云速向下移动 或者我们可以说你会到达另一个终端速度 这个终端速度和之前的双比变小了很多 如果用这个速度落地就不会粉身碎骨了 那这个就是整个跳降散的过程了 我都尝试用文字把刚刚说的东西总结一下 写在这里给你做个参考 好了关于流体阻力我要说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了 你看到在这集里面我完全没有计过任何数 因为真的要计算的话 相关的数学技巧已经完全超出了DSE的程度 所以课程都没有要求你懂得计算 你只需要知道有流体阻力这件事 并且当别人问你什么叫流体阻力的时候 你可以用文字描述给他听就可以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集我会和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浮力 再下一集就会讲一下什么是凝聚力和黏附力 未来这两集的内容都是课外知识来的 如果有兴趣就可以认识一下 如果你没兴趣的话 第四课来到这里就完 你可以直接跳进去第五课 那我们就到时见啦 拜拜